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228謠言終結者 我是主持人張若彤 上個禮拜我們答應要幫大家講 電影悲情城市的一些細節 今天我們就是來兌現承諾 我們還是老規矩 我的講法可能會有點囉嗦 但是大家聽過去之後 保證顛覆大家原來的想像 私底下也收到很多觀眾朋友的意見 其實我一直做下去 我也是希望如果觀眾朋友 你們有特別希望聽到228裡面的哪一段 你們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會看怎麼樣去規劃 能夠讓大家盡量的趕快可以看到自己想 比較希望看到的內容 今天我們從那裡開始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像我在台灣我是眷村長大的小孩 像我從小吃雲南菜、四川菜 或者是北方的一些麵食 我是對這些口味非常喜歡 而且不陌生 有時候我到外地去 那個朋友很好客 就會說帶我去吃雲南菜 但是我必須說 這個做法是有點危險 這有點像是 比如說一個朋友 台南人 我請他去討厭吃蛋仔麵 這個做法其實很危險 為什麼 因為我們吃慣了這種味道 我們會對這個味道其實是比較挑剔 或者是說我們有一些味覺上的記憶 如果差一點點我們其實 即使很好吃我們也可能會有一點不好的感受 其實同樣的道理就是像我自己也是拉小提琴 很多人都說你是學音樂的 那一定肯定要對於音樂的電影 你是不是很喜歡就跟我聊一些音樂的電影 但其實實際上剛好跟各位想的相反 為什麼呢 比如說像我當學生的時候 我們有所謂的就是有一個電影 可能跟我年紀比較相當的人應該知道 就是叫《交響情人夢》 日本的電影好像連續劇也有 那這一個片子我們看起來 就是我一看就知道說那個男主角雖然很帥 郁木宏他在指揮 我一看就知道他那個動作跟音樂是搭配不在一起的 因為我們混管學樂團 就知道說我們看慣了這些專業的指揮 然後他的動作跟音樂的搭配 那我們再看演員那演員他其實不懂 所以實際上他雖然做出一些很帥氣的知識 但是他就是我們可能一般觀眾看得很感動 但是我們真的專業的人我們看起來就是 怎麼看就怎麼不對勁 所以很難入戲 其實同樣的道理也是 就是我們拉回來講就是在北京城市 那就是如果說大家對於那個時代 就是了解夠深入的話 其實你很難就會比較難入戲 這其實我主要講就是要講這個 就是說這個也關於說不只是北京城市 就是我們比如說我們看一些所謂的歷史電影 歷史小說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當然我也看到一些就是 就是在講歷史小說歷史電影的這些長輩 他們或是一些前輩他們就覺得說 哎呀你不要管那麼多 不要怕被人家揪錯 你就寫 這個當然這也是一個 但是我會反而覺得說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寫歷史小說 或者拍歷史電影 對不對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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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總之就是 很多關心我的朋友 就反覆提醒我 就是你講話 講不要 講得太深太複雜 太深意的東西別講 那我們今天就從一個 相對來說輕鬆一點的這個 角度去切入我們今天要講的悲情城市 就是酒女 酒家女 陪酒的女子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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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 就是光復初期 台灣光復初期的酒家女 各位他們悲情城市裡面有一幕 就是這個台灣人嘛 他就招待 上海 上海老 對不對 這個上海人吃飯 然後他叫了大概就是像畫面這樣 然後叫了這個 三四個 這個小姐來陪酒 然後 結果這個上海老 不領情嘛 就是 意思就是他講那個上海話 對大家也聽不太懂 如果沒有字幕的話 可能聽不太懂 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談生意 你叫那麼多女人來幹嘛 是當作大家沒有見過女人 是不是 為什麼要叫女人來陪酒 那這個東西 就是如果大家對於這個 我們想說早期的這個台灣史 有一些 粗淺的了解的話 應該 可以很快速的抓住那個感覺 就是 其實這個地方 他的編劇或者說導演 他其實 把這個場景的重點放在了什麼 就是我們接下來的一個 一個概念 就是說 台灣人 和 大陸人 或者是說 現在他們的講話 中國人 中國人 因為日本統治台灣51年 導致兩邊的人變得很陌生 文化上是完全不同的 或者是說 至少情感上 或者是說生活習慣上 或者甚至各方面都會很陌生 就是他其實 導演和編劇是把這個場景 把重點放在這裡 那我們其實可以先講一下 這個就是所謂的這種台灣人 對大陸人互相不熟 這種設定 他的確 我們講說的確 他是台灣史目前為目前的主流的一個說法 就是 不過在這個這個點上 就是我的著作 我的228著作 其實是 當然我舉出一些例子 就是 我採取完全相反的見解 就是說 其實 各位可以想像 其實我一講 大家都知道 比如說在 中日戰爭之前 這個 日本 大日本帝國 當時叫大日本帝國 他因為 繼承了 就是大清 就是 對這個繼承了大清的中華民國 他有的那個制外法權 就是因為一些不平等的 他有制外法權 所以說 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在中國領土上犯罪 的日本人 當時台灣人 也算成日本人 對不對 就是他不受 中國這方面的這些司法的處理 所以這個表示什麼 表示 一定的程度上 就是 台灣的這些人 他跑去大陸那邊搞偏門 他的成本 犯對成本很低 所以當時有很多很多人怎麼樣 就是我們講說 前進 大陸就幹偏門 比如說像廈門 或者其實一些沿海的都市 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 這些 這些 這些資料 這些資料 那在 918 事變還有這個 獨國小事變之後 那日本當然就是更是 在當時在中國 佔了很多的 很多的日本佔領區 那裡面有很多台灣人在裡面活動 就是 那更不用講說我們 就是 台灣人很多都是我們講說福建營民 那 在中國的沿海地帶 常常可以 就是很多資料都有 就是 走親戚 就是 仿舊遊 或者是說 甚至很早很早其實 很多人在對岸 他有長期合作的生意夥伴 是不是這樣 就是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種台灣人跟 大陸人 在光復之後 互相很不熟悉的 這種說法 其實很值得大家 打上一個文號 打上一個文號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以後 就是會專門做節目給大家講解 那今天我們重點不放在這裡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參考一下 我寫的就是一本 叫做究竟228的一本書 那裡面我其實 引了一大 就是很大的一部分 我在講就是 當時台灣人在 這個廈門 這個地方的一些活動的資料 當然是在中日開戰之前 就是 就長期就是有在那邊活動的一些事情 然後就是跟台灣這邊的互動 那今天我們不 不拿這個事情 跟這個背景城市抬綱 我們來看 就是我們剛開始跟大家講的 就是我們來看 陪酒小姐這件事情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畫面裡面有 大概三四位 三四位女孩子在陪酒 對不對 而且還有人是穿著旗袍的 那我跟各位講 就是 問題其實是出在這裡 就是當時的 我相信可能當時的編劇 或者是導演 他們其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就是 各位可以 各位看《背景城市》的時候 是不是有點感覺 就是哇 就是一場 明明是一場大戰過後 但是台灣好像世外桃園一樣 好像都沒有什麼問題的感覺 就是吃飯 哇 就是好像 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一場大戰剛結束的樣子 那的確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現在主要講的就是這個 這個賠酒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這不是我的說法 我的個人獨門安全 這是學者的說法 各位可以看 這邊這是陳玉珍 就是學者陳玉珍 她的就是一篇論文 裡面提到的一段 我把它引出來 這邊 就是說 無論酒樓或是咖啡館 這些在日本時代日治時期 台灣漢人的重要社交及娛樂空間 在國民政府來台後有了巨大的改變 那具體而言就是怎麼講 就是1945年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後 提供陪侍的女服務生被禁止 要求轉業 酒樓也不再是文藝活動舉行的公共空間 那這一點就是我跟各位講就是說 所以我們再回頭看這張圖 就會感覺到 如果說當時的政府 它有這樣子的禁令的話 那這個場景 它是在怎麼樣的情況之下才能出現 這就可以打一個大問號 那我跟各位 我也找一些當時的一些報紙的報導 比如說 假設有一天 如果我來 我是導演我是編劇 我來拍這個228的電影的話 我就要從 我就非常想要重建這個歷史場景 什麼呢 就是當時的台北市 就是警察局 台北市警局 它把這些陪酒的小姐 全部都召集起來訓話 在哪裡訓話 在中山堂 我現在是中山堂 就是900多位這個裴酒小姐 然後在中山堂 接受這個市警局的訓話 這個場景就是我相信 就是應該是空前絕後了 之前也沒有 現在搞不好應該也不會有 就是這麼多的這個就是 裴酒小姐聚集在一個地方 而且那個地方還是中山堂 就是很有意思的一個歷史場景 但是它也反映了當時 就是我們要說成衣政府 它想要去怎麼樣 就是想要去就是改變這件事情的決心 那也不只是台北啊 還有這個就是高雄也有 就是這邊有一個叫 裴酒猜拳商風化高雄女市應被拘 警局肅清歡樂世界 那這個怎麼講 就是說我幫各位其實前面有一段 我覺得很重要的 我幫各位念一下 就是高雄市警察 警察員應鑑於酒樓試應生 好這邊是重點喔 雖著規定之白色制服 然裴酒猜拳賣弄風騷 依然如故 這邊其實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他們是穿白色制服 各位就是 哎呀你們不瞭解誠意 就不瞭解那個時代 怎麼呢 其實那是一場大戰剛結束 全世界都在鬧饑荒 那台灣其實也有良荒 大家都很就是 其實應該耳熟能詳的 就是對於當時的 可能對於這個光復之後 大家跳出來 就是第一個印象是什麼 糧荒對不對 明明是殘米的台灣 為什麼當時居然發生了糧荒 那這就是你國民政府 整個來台之後 統治的問題 其實不是吧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它是一場大戰剛結束吧 台灣人的勞動力都徵兆出去 就是打仗或者軍人 或當軍署嘛 這個我們不管 總之就是 那個時候全世界都在鬧糧荒 台灣也鬧糧荒 那大家都在節約糧食 那你就是 你作為一個當時的政府 你要不要推行節約糧食 對不對 就是大家其實 從邏輯上來想 就知道說 當時為什麼要這樣做 還有什麼 就是我想說陳怡 但他不懂陳怡 他最恨的就是 奢侈浪費 剝削女性 或剝削弱者 就是他的一生以來 都有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他們當時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陳怡幹了什麼事情 他取締了陪酒小姐 他這個理由是什麼 叫做尊重女性人格 改良社會風俗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就是大家現在把陳怡 把他講成好像是一個殺人大魔頭的感覺 但是實際上他比較接近什麼 就是在當時 以我們現在的觀念 他其實比較接近我們 有一個叫做SJW 就是Social Justice Warrior 就是社會正義戰士 他其實比較接近這一種 他對於未來的理想的世界 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而且他要改造這個世界 他是這種念頭的 所以他尊重女性人格 改良社會風俗 把酒女取締了 這是在1946年的6月 6月以前就要撤除 然後7月份他繼續取締什麼 跳舞的舞女跳舞的 然後8月取締工艙 這都是發生在戰後 就是光復以後 1946年一年之間發生的事情 大家就是想像不到吧 那當然這個他取締了之後 他後面有輔導轉業 這個我們先不提 然後具體的做法其實在這裡 就是裡面就是各位不用看 就是我幫各位主要想要念的裡面就是 當時他取締了之後 那你不能說這個女孩子不能當這個 這個我們講說適應生 就是店員對不對 就是這個餐廳裡面的店員 你不能說他不能當 那可以但要怎麼當呢 要什麼要身穿白色制服 這個裡面就是規定裡面 叫做台灣省各縣市旅館飲食店 適應生管理辦法 這是1946年6月的事情 然後裡面就有講到說要穿白色 然後其實後來改成穿藍色 就是不是白色是穿藍色 因為白色太容易髒了 在那個飲食店裡面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 我幫各位看 就是裡面 他裡面特別講到就是什麼 就是絕對禁止穿旗袍 就是我們回到我們剛剛的那個 悲情城市的那個劇照 就是裡面就是他不但賠酒 然後還穿旗袍 然後像我們剛剛看到高雄的那個報導 裡面他還是賠酒 但是他畢竟他還要穿 穿一下那個制服 不然容易被抓對不對 被抓要被關起來 關一陣子 然後罰錢 這對他們來說他們也受不了 然後還有什麼呢 就是 我幫各位念一下這個第六項 它裡面就寫說 女士應生招待客人時 態度要莊重 不得東朝西夷 或素人急於一行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叫鏡子剛剛那個劇照那個狀態 對不對 然後更不得有賠酒猜拳 歌唱 或有泄蕩浪漫之行 這就是當年陳怡他們搞出來的東西 哎呀怎麼說呢 對不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覺得這個東西 你很認同 或是你完全不認同 但是你不能夠說 看不到 當作沒看到 就是當年的政府真的在這樣幹 在這樣幹 那 我就 回頭我們來看這個劇照 就是 如果說 就是假設 我們 來看這個 就是 以當時 就是我們講說 政府規定的方式 它應該怎麼進行 就是這些女孩子 她應該要穿白色或是藍色的工作服 而且她不能坐著 她要站著 對不對 然後她也不能拿小費 剛剛那個規定裡面 其實規定 不能拿客人的小費 連這個都規定 然後呢 就是 呃 然後 呃 背景 就是這個我想講 其實 在 大家 我看了一些網路的資料 就是 這個地方叫小上海 就是它這個小上海 的這個酒家呢 很多人都認為說 它是在這個 呃 就是糾紛 糾紛 但實際上根據 原著的 這個原著的那個劇本 它其實應該在基隆 那這個也實際上是 這個事情是真的有的 就是在當年的在 呃 基隆港的港邊 就真的有一個叫做小上海 那 我也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這個小上海 對 這是 《悲情城》是電影裡面的 那 這個是 就是 我一位 就是我去訪問的一位 呃 就是一些 一個大哥 然後他在家裡面 幫我找出來的 就是當年的這個 港都 然後小上海 然後基隆市一二路 那個一二路 然後 然後 這張當時的名片 我 收到之後 如獲至寶 雖然是破破爛爛的 但是 就是可以感受得出來 當年的那種感覺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這個小上海 就是如果是說它在 九份的話 那我覺得 這個 畢竟比較偏遠 在山上 所以 你說天高皇帝遠 當時的 陳怡的禁令 你 不太遵守 這個可以說得過去 但是如果是在基隆港的港邊的話 那這個 這個狀況 其實就 就 值得 我們打上一個問號 就是當年的九女 就是在這麼樣市區的地方 然後 就是 當時的政府的禁令這麼嚴格的狀況之下 當然 上有政策 雖然下有對策嘛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這麼 正大光明的 好像 就是 你要幹得偷偷摸摸的幹嘛 或是說 隨時隨地要 比如說你至少人 制服要穿著 之類的 對 我的意思說 就是不會那麼光明正大 或者是說你不 你不應該給觀眾 一個就是 當時這個好像很正常的感覺 那 那反過來講說就是 這可能是當年的編劇 或者是導演 他 想當然而拿日本時代的 那個就是 我們講說剛剛那個論文對不對 就是 日本時代 就是大家說談爭議啊 或者是一些文藝的一些地方 對不對 但是在1945年 光復之後其實馬上就變了 這個是當時的 他們沒有考慮到的一點 那這個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小上海 就是 給我這張名片的這個 這個大哥 他們其實他們家 就是在當年的這個 我們講說 港邊的這個小上海 的隔壁 就是 他們在日本人遣返了之後 他們去跟 就是總之取得了這個 這個 就是這棟 這個 店面嘛 然後就自己開店 那其實小上海的故事也是這樣子 就是 日本人走了之後 台灣人把他 就把他接了下來 我們繞了一大圈 又回到那個問題 就是什麼 就是日常的問題 日常的問題 就是說 這裡面就要講到我們今天 其實 真正要講的主題 就是 當然我就標題 我們打的是什麼 就是 悲情城市裡面的隱藏BOSS 隱藏BOSS 那 這個人是誰 我們先賣個關子 等一下我們 跟各位講解 就是 悲情城市的劇情 就是大家 大家看過去 大致上就可以理解 就是 他是圍繞著這個林家的事情 就是 在這個 林家就是有四個兄弟 老大老二老三老一 四個兄弟 那大致上就是 老大他的設定 他人物設定是 他經營所謂的船頭行 就是我們講說 我們講說航焦 這個焦是焦油的焦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 然後 小上海酒家 好的 在基隆港港邊 經營一個酒家 這個酒家 肯定要是跟 當時的日本 我們講說 頂讓過來的 對 這個不是頂讓 就是把它取得過來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講 然後收購日產 它是省修會的成員 這我們等一下都會解釋 然後 林家老二 這個醫師 他是受日軍徵召 南洋參戰未歸 這個老二他從頭到尾 他是沒有在居中出現 那這個設定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老三是在上海任日 就是日軍的翻譯 然後來被人家舉報為漢奸 這個就是 有很大的問題 這其實是早期台灣史的研究裡面 一個很大的錯誤 以後我們會 這個漢奸罪的問題 我們以後會專門做節目 給大家講解 因為它實際上 主要應該是戰犯的問題 而不是漢奸罪的問題 可是早期的台灣史的研究者 他搞錯了 這個以後我們再講 那我們這邊只要讓大家知道 這個老三的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只要知道說 其實戰後的台灣人 他是不受漢奸追訴的 這個其實在影片裡面也有 但是影片的把時間搞錯了 這個我們以後再講 然後老邀這個故事也很多 就是有機會 如果大家還有興趣聽 我們再講 我們今天主要的要把 這個焦點放在什麼 就是這個林家這個老大 在這個人物的設定上面 他是我們剛剛講說 他經營船頭航 積極收購日產 又是省修會的成員 這個省修會是什麼意思 其實在這個原著的劇本裡面 他其實有寫的 就是說當時他們要出去維持治安 維持治安 然後他們在這個手臂上面 會帶一個白布條上面寫 省修會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 就是台灣的民間人士 在光復之前 當然光復初期也有了 就是他們自己 往往是當地的流氓分子 所以就是林家的老大 因為林家他們的這個 就是再上一輩 就是自己也講完就是流氓 對 那 然後他的那個就是 陳松永演的那個角色 他江湖位也是很重的 很重的 那 這個省修會其實就是 什麼 往往是當地的流氓分子 他們在這個 光復前 還有光復初期的時候 他自動自發起來 維持自來 就是注意那個自動自發 我們要把他引號引起來 這個事情在 目前主流的台灣史 就是我要不要講清楚 就是哪些是 主流的台灣史 哪些是我自己個人的創建 對 就是主流的台灣史 他們是認為說 在這段時間 民眾自動自發 起來維持自來 因為我們台灣人嘛 我們在日本實在都很有秩序 然後這個 這個 親黃不接 這個沒有政府 就是政府 就是怎麼樣 政府失去控制能力的時候 我們主動出來 自己出來維持秩序 但這個說法其實是 不正確的 我認為 不正確 但我提出很多的證據 一個是從這個美方 美方的情報裡面 就是 他裡面就有講到說 國民政府的情報人員呢 他跑到台灣來去 去組織了很多流氓分子 然後怎麼樣 就是 就是起來做一些 組織一些流氓去做一些事情 那這是美方的情報 那我們看 國民政府這邊的情報更是清楚 就是當時在 真正的正規的 像陳怡他們這些人來之前 情報單位就已經動起來了 那怎麼樣 那叫做預備光復 那做對光復做一些 預備的一些事情 然後這些東西是什麼 是國民政府的情報人員 他透過在台灣這本地的街頭的人 就是說組織起來的 那我現在講一下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審修會 實際上 實際上其實就是我們當時的國民政府 他情報人員他來台灣之後 他就到處去組織一些人 那組織的人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來路不同的這些人 但是其中一批就是什麼 就是當時的流氓 你看這個 這個美方的資料就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講說這些流氓 為什麼會組織起來 然後 這個 這個 維持治安 那其實就是 當時的 國民政府的情報人員 他在底下策劃的 我們就講到當時來台灣 我們講說預備接收或預備光復的那個 主要的那個人 他其實叫做張氏的 各位在網路上都找到這個人的名字 那我們這邊只提說 因為這個人他非常複雜 他有多重身份 他是台灣人 他當時是我們講說就是 他是我們所謂的三民主義青年團 那我先講一下 因為每次我講到這個名字的時候 就是就有一些朋友就說 你要講清楚 就是跟聽眾講清楚 這個三民主義青年團 不要聽到三民主義 就以為說他是跟國民黨很熟 但是對 都一定要講清楚 當時的三民主義青年團 就是當然這個事情很複雜 甚至當時有這個 他既是國民黨員 又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都有 但是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話 不熟悉這個議題 你把它當作就是在 就是三民主義青年團 就是國民黨在當時最大的反對派 或者是甚至當作政敵 這個想法 八九不離十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大家不是很熟悉的話 可以這樣子想 不要以為看到三民主義 就以為說這個是 就是國民黨的 不是這樣 他跟國民黨 很多時候他們是做對的 做對 好 那這個來接收的這個張士德 他就是三民主義青年團 好 那 他 這個人我們剛講說他是台灣 他是台灣的大甲人 大甲人 然後早期有參加過農民組合 然後 就是 後來到這個大陸去發展 然後 我看到一些資料 也說他在當時的這個中美 就是特種技術合作所 所以他才會戰後跟這個 然後也是軍統 國民政府軍事統計局 對 然後 他 在戰後回來的時候 他就是跟著美 就是美方一起回來的嘛 所以 他也有說我們講說美方的這種 跟中美合作所的這個 這個背景 所以他就利用他這個多重生分 他其實組合了很多的人 各位可以看到 比如說他農民組合這一塊 他就找了很多以前的 他的老朋友出來嘛對不對 然後三民主義青年團這個部分 他就組織了很多人 就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 諸如此類 那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是叫做預備光復 預備光復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很多 那這些被組織起來台灣人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講 沈修惠他們在幹的 什麼呢 就是維持治安 那第二個 大家其實很 就是可能很難想像 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老大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什麼叫做收購日產 各位 我剛剛講的這個 組織預備光復 他其實兩個 兩大主要的任務裡面 其中一個是維持治安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保護待接收的日產 因為可能這個日產有很多很多 比如說被移轉掉了 就脫產嘛 日本人要脫產嘛對不對 然後 有各種各種情況 或是甚至把這些資產毀壞 你要接受我不讓你接受 我寧願毀掉 都有可能 所以當時他們有個任務叫做 保護待接收的日產 那就是問題就出在這裡 就是這些人 其實 有些 當然我們不能講說全部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 實際上看到有的人是 鋼正不合的也有 但是裡面有很多的人 他趁著這個我們講說 接收日產的職務之變 他怎麼樣 他對這些日產上下其手 對 那目前主流的台灣史是認為說 這些日產的弊案是 都是什麼國民黨派來的接收大員 他有個說法叫接受大員貪污 但是我們再仔細看不對 就是在當時其實兩岸它沒有缺乏定期航班 所以其實很多的想來的人都來不了 陸陸續續來的 然後而且其實我們看那個當時的日產處理委員會 裡面很多都是也都是台灣人 當然也有什麼澎湖人什麼福建人都有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就是你不能講說就是 全部都是國民政府派來的接收大員 但是大家比較容易忽略的 就是我剛剛講說 其實在裡面有一大群 我們講說無牌的 甚至有些人是冒充的 但我們講說無牌的 自稱是接收大員就到處貼封條的 這種人 其實很多就是當時被組織起來的這些流氓 有一部分 所以你看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時有一批沒有牌的 然後陳怡過來之後他們又組織了一批有牌的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到就是反而是後來那些有牌的 要去處理之前那些混就是在一片混亂中接收的 保護待接收日常的那些人 甚至有些弊案 然後他去處理的時候遇到各種阻力 其實反而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舉一個例子也是我們之前講過的例子 就是這位 就是這位紀青池老先生 就是他是其實是 大家可能都知道飛躍的領養 紀政他的爸爸 就是紀政女士他的爸爸叫做紀青池 那為什麼要提到他 就是我們上次提到他的時候 我們是在講到說 他其實當時就是 他跑去接收日常 但是他把這個接收日常的那塊地 他把它拒為己有 他在上面蓋蓋了東西 結果後來被發現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狀況 他接收了日常之後 後來被真正的日常處理委員會 告訴他說不行 你這個不能變成自己的 這個是國家的 這是收歸公有 是國家的 那紀青池老先生 他也真的就把那些日常拿出來了 對不對 然後這邊我幫各位念一下裡面 裡面的一段 他說 那時新竹憲兵司令部旁邊有一塊空地 原本是日本人的土地 我接收之後 蓋了大約兩間半的房子 有一天接到市政府的通知 當時的市政府是各地的日常處理委員會 接到市政府的通知 限我在時間內要拆房子 然後總之他就 他就是覺得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各位看到一個歷史 就是口述歷史的一個細節 他說 我直接我看到通知之後 直接跑去問當時的新竹市長郭少忠 問他是不是一定要拆 他說一定要拆 各位就是 你看到這個口述歷史的時候 有沒有像我看到的時候一樣 你憑什麼直接去找新竹市長啊 你是誰啊 你又不是官員 對 可是同各位其實從什麼方向就一想就通了 呵呵 這位新竹就是各位知道當時是黨國體制 大家都只知道國民黨了 但實際上三民主義青年團也是當時的國民黨的一個外圍組織啊 所以黨國體制 黨國體制 黨是在國之上的 所以實際上在政治的就是我們講說政 就是新竹市市長上面他們還有什麼有可能的有黨的身份或是團的身份 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身份 OK 這一位新竹市市長郭少宗他其實就是三民主義青年團 新竹分團的團主任 所以這個事情是不是就串起來了對不對 實際上當時紀青池老先生他憑什麼去接收日產 就是因為他就打著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旗號嘛 然後怎麼樣我是代表國民政府出來我是什麼我是接收大員就是他嘛 各位可以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嗎 就是其實是台灣人被組織起來之後他打著三民主義青年團 或是甚至是國民政府甚至是軍方的旗號 然後去接收這個日產 然後裡面有一些什麼上下起手的這個狀況 但在紀青 我們必須有一說一 紀青池老先生好樣的 他當時把這個財產其實是叫出來了對不對 那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是紀青池嘛對不對 就是所以各位可以看 就是說我們當時發生了一個狀況就是明明是應該保護這些 接收的日產的人他卻利用了任務之變暗中將日產聚為己有 那這個事情就是會回到我們 我們又回到我們的電影就是悲情城市 其實悲情城市裡面的我們剛剛講的這位老大 他裡面就是他在原著的劇本裡面其實寫得很清楚 他是省修會成員然後怎麼樣收購日產 收購日產 然後他收購日產他怎麼做呢 我給各位念一下就是原著劇本裡面他有一場戲 沒有拍出來因為各位知道猴島嘛 猴孝賢猴島他拍攝是比較放鬆的對不對 所以他有些戲沒有拍到 那原著劇本其實也有這個設定 就是林家老大和即將被遣返的日本人進行教義 讓這個日本人把私產他的自己的這個日本人的私產過戶給自己 接下來是一個就是當時的一個歷史的重點 就是假照買賣日期在日本投降日之前 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因為陳一來的時候陳一來的時候 陳一是非常硬的就是說所有在光復 就是日本投降就是1945年8月15日以後移轉的日產 他全部一律不認 我都當作是你是你是假的 但裡面可能有真的有假的不知道他一律當作假的 他是非常硬的 那這個是什麼呢 是因為當時我們講說8月15號那個天皇 日本天皇的御英放送之後 其實盟軍也他也廣播了 廣播的內容有講了很多很多很多 其中一項就是講到就是所有的日產不准移轉 所以陳一就抓到這個是盟軍的命令 然後我來台灣我就執行盟軍的命令 8月15號的這個移轉 以後的財產移轉一律不認 所以才會有這個事情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林家的老大他明明是這個他去接收日產 對可是他怎麼樣 把這個日產怎麼樣趁機把它弄成自己的 他照理來說他應該是把它貼封條對不對 就是不准動了 暫時就定這個狀態就是這樣對不對 等到我們國民政府正式來接收的人在說 但是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跟這個日本人勾結 然後把這個他們訂的這個 移轉房務的這個契約 訂定在什麼 在日本投降之前 就是假造一個契約 他這個是非常非常其實原著劇本裡面 他非常非常符合的一個史實的設定 而且他把這個老大的這個 就是林家老大的這個他的整個 他的非常立體 就是他不但是怎麼講 就是經營小上海酒家收購日產 然後而且是省修會成員 就是他去他去這個這個 當時的治安對就是把治安維護起來 還怎麼樣保護日產 可是他也怎麼樣私底下利用 保護日產的這個機會怎麼樣給自肥 對然後所以 怎麼怎麼說呢 就是說 再加上他經營船頭行 那當時你有船頭行就表示你有船 對這個在 這個悲情城市裡面其實也有 就是當然他裡面是說他這個老三對不對 利用他的船去走私 那個毒品對不對 就是當時有這樣的設定 總之他有船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在當時的我們上 我們前幾集也有講到就是 陳宜 他對於這個就是抓走私 特別特別特別的嚴格嘛對不對 就是當時的米啊糖啊 還有其他的一些台灣的一些物產 他是禁止出口的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各位有沒有發現就是老大他的身份 他其實聚集了各種跟陳宜 非常矛盾非常不對盤的身份對不對 經營船頭行跟走私有關對不對 跟陳宜可能互相有一些摩擦 然後他是這個小上海酒家 然後陳宜又要怎麼樣打擊這種娛樂業嘛對不對 就是這個這個賠酒的這個事情他要打擊 對然後收購日產 收購日產然後他自肥對不對 然後這個這個陳宜後來 他們真正接收台灣的這些人來了之後 他要跟預備接收的那些人怎麼樣 有很多很多的鬥爭 然後沈修會成員對不對 就是總之他身上掛了很多很多的這個這個 這個事情其實都跟陳宜我們講說 他其實真正在228事件裡面 林家老大的這一個這個形象 其實才是228事件裡面最有 我們說最有反抗動機的人 有沒有發現 可是問題就來了就是說 可是在悲情城市裡的劇情裡面 就是整個我們講說整個悲情城市裡面 他要帶給你的一個一個感覺就是說 林家老大他沒有他完全沒有參加228事件 可是他卻因為228事件怎麼樣 架破人亡是不是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腦洞大開 就是說我們要翻轉就是幫各位翻轉這個設定 就說欸對啊 明明沒有參加 然後為228事件架破人 可是在真實的歷史中 我們有看到說不對啊 這個人才是最有反抗動機的人啊 怎麼這個人在歷史上的形象改變了或是不見了 都要隱藏起來了 欸這就是我們一開始講的就是 就是悲情城市裡面有一個隱藏的大boss 就是這個林家的老大 其實我們講說為什麼 為什麼他的歷史形象改變了或是隱藏起來了 沒有為什麼就是因為他們活下來 活下來 我幫各位就是簡單的講過去就是說 其實就是在 228事件結束之後 國民政府內部他其實是有一個 就是我們講說 有一個檢討大會 那這個檢討大會裡面他有 他有當然有一系列的這個 會議記錄嘛 那裡面就有提到 各位看到我把它揭露出來 就是事件真相 這個事件真相寫的是跟他們外面 宣傳的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他外面宣傳是什麼 黃民作亂啊 然後共黨散禍啊 對不對他外面講的是這一套 可是他在這個事件真相裡面他寫的不是這樣子 他寫的不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因為要講林家老大的事情 我們就把裡面有一段摘出來給唸給各位聽 裡面就講說事件是怎麼 事件怎麼發生的 有機會我們另外一起講 問題是事件怎麼結束的 怎麼結束的 他裡面有一個說法是這樣子 他說 世生派他擔心說 哎呀這個事情就是 這個民間 這是民間自己組一個政府的這個事情 有隱藏的危機 後面的這是原文 就是說 世生派 都帥流氓派恢復秩序 世生派 都帥流氓派恢復秩序 這個是其實是 大家當初我看到的時候非常震驚的 就是不對啊 不是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當時228事件是怎麼樣平息的 不就是 劉宇清整編二時一時 還有那裡憲兵團 兩個憲兵團 憲兵營過來嘛對不對 應該是 應該是 軍人去平亂的啊對不對 我們現在主流的 228歷史也是這樣寫的 可是為什麼在 國民政府的內部 自己內部開會 裡面寫到的事件真相 確實講說 世生派獨率流氓派恢復秩序 那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地方我們就 只是約略提一下 我們就 時間關係我們不整個展開講 其實我在 就後來的有一位 也是在台灣史裡面 大家應該很熟悉的一位 就是叫做林恒道老先生 他其實在他的一些 我們在他的一些說法裡面 有這麼樣一個說法 就是當時有很多的 狀況是私下在進行 他特別提到兩個 有一個說法就是大家可能 現在已經 我們好像已經不是 那麼熟悉的說法 比如說他叫托拉斯 Trust 就是什麼叫做托拉斯 就是有點像是我們 各位可以把它理解成 這他的意思 都林恒道的意思 各位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併購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想說 情報人員或特務局官 殘酷無比 殺人如馬 對不對 不是說他們不殺人 而是當時的情報人員 或者是說 這些特務 他主要在做的不是這個事情 他主要在做的是什麼事情 就是托拉斯什麼 併購 就是我們能不能夠想一個方法 讓這些敵方的人怎麼樣 為我所用 這個就是他所提出來的一個 就是當時有很多私下在進行的事情裡面的 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所謂的托拉斯 就是併購 就是把原來是敵人的人變成是我們這邊的人 那這邊就是其實可以連結到就是 為什麼這些流氓活下來 當然這個流氓在活下來的原因 就是 當然有主要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是當時陳怡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用 就是一律不追究 就換得這些流氓 就是退場 這是一個 然後在後來又有一次 就是我們總之就有兩次 那最晚最晚基本上在國民政府大軍來的時候 這些人就倒戈了 然後如果按照當時的說法 他們是怎麼樣 還要協助政府恢復秩序 那這些人他怎麼樣 他反過來就是後來跟國民政府怎麼樣 很麻吉啊 他就處得好啊 非常不好 所以其實我蠻希望大家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想事情 就是說各位可以私底下自己去觀察 以後或許我們也會提到 就是觀察什麼呢 觀察就是 有哪些人他其實在228之後 他反而跟 他其實在228事件裡面有角色 可是到最後後面怎麼樣 反而跟 國民政府好得不得了 後來的中華民國政府好得不得了 就是一種 剛剛講到林恒大的說法還有第二種 他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身在朝營心在寒 因為當時各位要知道 國共 就是入死誰手還很難說嘛 所以其實當時有很多的國民政府這一邊的人 他其實可能怎麼講就是 可能吧 可能是為了就是創造一個就是早期 我身在朝營心在寒 萬一這共產黨贏了怎麼辦 就是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這個 就是我放掉一些真正的共產黨 把它放走 對 以後怎麼樣 如果共產黨贏的話 我就可以講出來 欸我其實我是 我人在這邊可是我心在你們那邊嘛 對這種 就是林恒大的他其實提出了這兩個 那很多的 就是當時的 當時的一些故事 我們朝著這兩個 這兩個脈絡去找資料 常常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好 所以這些因為各種狀況 然後最後活下來的人 我們現在他就可以在後來228平反運動裡面就講一些他們以前的事 但他們有些不講的有些講的有些不講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228歷史其實是根據他們的回憶或他們的角度去塑造出來的一種 我們講說有一種說法叫做倖存者偏差對不對 那這個角色就是我剛剛講說不只是在講林家老大 就是講我其實想要講的是這一類的人 像這一類的人 他們其實在當時他們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跟陳怡有激烈的矛盾 也難怪他們活下來之後後來平反運動的時候 或者是不一定在平反運動 或者是在平反運動之前 還有很多說法他是激烈的去攻擊陳怡 當我們後來看陳怡他的很多所作所為 其實並沒有像他們講的這麼樣的全部都是一無可取 然後這個角色就是我講的就是隱藏的BOSS 隱藏的BOSS是什麼 他其實躲在這個整個故事的後面 甚至某種程度上操縱這個故事 那不知道這個解釋對於大家就是有沒有 可以更了解就是透過這個BOSS的電影 然後可以翻轉它 然後藉著這個 當然我們這個翻轉不是想像的翻轉對不對 是我們從事實面去翻轉它 然後也希望透過這一集 能夠讓大家對228事件 能夠有更進一步的想法 好那228謠言終結者我們下週見 你好 謝謝你 好いい 好 渡最後 我們來打敗